总和辛勤带来关心的是地方艺文消息 在县政府县议会以及光复乡公所 马台安部落等社团协会 努力争取之下 中研院民主研究所博物馆 计划在今年的7月份 要和部落共同办理 马台安典藏文物返乡策展 而展出30多件 多数都是出自于马台安部落的古文物 能够让祖先的古文物重回老家 部落族人都高度支持 也将全力配合 不论是马台安部落特有的头目大理罐 以及男性族人的无片库群 还是织品等文物 在中研院民主所 典长超过一甲子岁月的文物 今年暑假 终于有机会重回马台安部落老家 就连中研院也乐见其成 生怕返回部落展出的物件还不够 而加码再加码 那其实那个柜子呢 其实大理罐下面好像还有一点空间 那其实在民主所馆场里面有些饰品项链 头饰等等其实蛮多的 中研院透过简报图文 初步介绍这一次即将展出的30多件文物 台下部落族人高度支持 但另外一方面想让属于部落的归还给部落的想法 也油然而生 也引发现场热议 所以你们又整理然后我们这样照着你们整理我们就来 还有加码我保高速的 有没有登记那个谁送的 因为我记得他们好像送很多 还我文物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很坚强的一个管道来去处理 所以其他方面部落绝对会全力的跟你们配合 然后我们希望把这些文物都全部回来 然后我们再把那个风雨计划的博物馆建起来 那我们应该就是全台湾第一个原住民 有自己部落的博物馆 这样的话我们在外的亲领朋友就会怎样 我刚才讲的台头挺凶 在县政府县衣会以及光复乡公所 马太阳部落社团协会等单位 努力争取下马太阳典长文物返乡策展活动 预计将在7月份在光复国小展出 不论文物载运展示等工作细节 中研院全层把关之外 针对文物展览期间 中研院建议由部落亲自导览解说 获得部落共识 也计划赶在展期前 开办古文物导览解说研习训练 高度支持全力配合 期盼让祖先的文物能顺利重返部落 记者是预览光复采访报道